被害人才刚到停车场准备前车 一辆银色轿车拦路打痕 一群人围上来想强压掳人 被害人不顾车门敞开 油门一踩直接撞开轿车逃离 差点被掳走的流星男子 五天前才被同一批人囚禁 从四楼高跳楼逃生 不叫穿越马路一路不敢回头 躲在车上喘气 左眼不满运行伤痕 当时逃脱人心有余悸 流星男子是总股车业务 日前贩售两部总价18万的汽车 业务用34万把车买回 双方暴罚纠纷 诚信男子分找人卢走被害人囚禁 还到他女友的店内颇起恐吓 警方连日追查总算待到主嫌 涉嫌多次纠重强压被害人 警方发现背后主嫌 就是名人会三峡分会 监信副会长 帮旗下成员敲诈勒赎 还以棍棒刀鞋威吓上口领虐 将一防害自由 毒品 即恐吓起来等罪 移送给检侦办 买卖二手车借题发挥 被掳人敲诈 警方抓到绑牌主嫌和帮仲 其人统统被送败 终于让被害人不再胆战心惊 记着黄天要装备子才放不懂